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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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正在美国致病的宋美龄 蒋夫人 兄是罗总统含义之点 来我国在日目 前维持战场最低之要求 亦是极少之数量 为之其政府为何连此极少而可能之物品 不肯做切实之答应 令我军民皆莫名其妙 阿诺尔对此伤未能解决 故彼此来 兄认为并无结果 有便于当局晚言之 逼对陈纳德美国原罚空军飞虎队队长 只增加重轰炸机萨六架 兄以为不能发生作用意 宋美龄随即就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 与美国官员周选 很快 达附电奖届时 美军级运花轰炸机三十五架 夜已开行 几次续运三十五架 秋初载运二百六十架 魅力请罗斯福 提早从速攻击应用 凶需要五百架 亦当设法转告 昆明 桂林及附近机场跑道长度不足 每处需加长二千五百公尺 否则大飞机不得降落 叛极是吧 以免再以此借口 但这离中国战场实际需要的飞机数量相去甚远 1943年3月14日 蒋介石致电同在美国的宋子文并宋美龄 罗斯福总统原电量打 其中所称补足陈纳德步飞机五百架 而对中国空军仅以战斗机与轻轰炸机若干队 且为名言基数 于所指五百架飞机 专为补充中国空军在前方维持五百架飞机之战斗力 而非指美空军陈纳德将军所不知飞机数量也 送美龄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 迄今交涉 终于使美方袁怒 向中国提供三百架飞机 5月24日 他电告蒋介石 请聚毛帮出中国空军在美负责人报告 美方决定带给我A24G150架 由4月份起在美交货 P40NEG150架 由5月份起交货 以上两项均定于12月底交完 送美龄防美获得极大成功 他所受到的接待有许多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 他得到了许多外国元首 都得不到的利益和殊荣 他使美国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抗战事业 促进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 这些对中国的抗战事业 都是有益的 同时也提高了送美龄在美国和世界的知名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您的痛快 我们下了48 Sa jur门 展状 bill 살词 组评者赞 订阅 转发 fish